FIT19收录中超16队,毛建青发微博怒对吴亦凡今天晚上,足坛说唱名将,神花球员毛建青在微博上对吴亦凡事件进行了评论,毛建青在微博上写道,吴亦凡好演员,不是好评委,地下街头再怎么样是HIGH UP住,此处因为KIT UP,你是评判没问题专业,但你即兴说唱呢,我来陪你逼我是球员不是明星,吴亦凡牛逼, 就像你的老家永远乡村气息,你懂吗?造型可以结束吗?重复三遍,随后毛建青又发了一条微博,为了文化、态度,不要利用好吗?这是我们街头的东西,你可以忘记自己,挣钱的时候开心吗? 部分吴亦凡的粉丝已经抵达了毛建青的微博评论区,并写道,好好打你的球,随后他又在微博上更新了动态, 评论看了很多,记住自己,我怎么活着都可以,为无意烦火吗?我也可以,你们也可以,但我不会玷污我们街头的文化,宴品自己翻译区吧! HitHub不死北京时间7月27日,在香港国际动漫电玩节现场,SBAEHK索尼互与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索铁浪宣布,即将上市的FIFA19将收录全部16支中超球队,随后PlayStation官方微博也确认了此事,图片来源。 推特此前,来自中超,上海上岗足球俱乐部的随队新闻官赵浩晨就在个人社交媒体上上透露,EA已经前往俱乐部拍摄上岗一线队员的半身照,这让很多球迷和游戏迷都认为,FIFA19将会加入中超球队, 不过当时EA方面并没有发表任何官方声明,FIFA19将于2018年9月28日发售,登陆PS4、Xbox One、Switch和PC平台。